刘德华入行40年举行首歌艺术展 展览第一天 华仔就亲自现身介绍作品 这一次华仔除了和五位艺术家合作之外 背后还有第六位神秘嘉宾 就是华仔11岁的女儿哈娜 其中一副苹果的画作还相当抢眼 那个苹果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画的画 也都是老师 那个是我以前带它去找老师学的画 画完之后老师就说 你一定要好好地培养一下 由那刹那开始我就不停和他画画 虽然我是不遗余力地培养他 但是都要看他喜好 作品没有分说哪一副是你画 哪一副是你画 是否专专给大家思考一下 是呀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们 其实有很多大家 大家都觉得好那副都不是我画的 有一些专业那些就说 有的说你应该跳开个框框 你看你的女儿 她那个创作空间较过你 是你在启发她艺术 还是她在启发你的艺术 刚开始可能跟大家研究到底 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可能会有据的 然后当我们用这个艺术品大家沟通的时候 可能大家比较妥协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所以她不是我影响她 也不是她影响我 但是我被她影响 她也被我影响 除了在画画方面有天分 阿娜从小也开始学习书法 众所周知华仔写的一首好字 女儿想必也有爸爸的真传 她在幼稚园的时候 然后一年级开始就没有很用心写了 是因为以前我要她写的时候 写不好我就会擦掉 然后或者重写 然后一年级的那些老师告诉我 你别让小孩有挫败感 你就让她乱写 从那天开始她就不听我了 那以前是大家都觉得她写得好 现在她觉得她写得好 她现在写得也不是不好看 就是跟我的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华仔对这次合作的五位艺术家 赞不绝口 他们对华仔也很欣赏 而在和艺术家加入的过程中 华仔也有一番新的体会呢 我以前以为我们不属于艺术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是艺人 我不是艺术家 但是当我们跟艺术家接触之后 实时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 那我们也曾经出现 他们娱乐的那种时间点 原来娱乐的时间空间 也是艺术家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希望她看到我的娱乐感 然后影响到他们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每一个他们的作品 都多多少少都会有我的感觉 我的温度在里面 就是这样的时间 感谢观看